一段经文来继续我们的敬拜 请大家翻开 在这个新约的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二章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就一节 就是二十四节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四节 这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力来 再跟一遍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力来 我们一起祷告 神主我们谢谢 我们感谢在这母亲节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聚在你的殿中 感受感念我们母亲对我们的付出 我们更看到你的爱在我们当中 真的是充充满满的 看到弟兄姐妹被你的爱感动 愿意来相信你 在众人面前来受洗 主我们真的是看到 好像类似新生儿的喜悦一样 让我们来分担体会母亲 那怀孕生子时得那样一种的喜乐 主啊我们感谢主 让我们教会里面有不断的有新生的 主里的灵里的婴孩产生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人来继续的成长 主啊 有时候这个成长的过程 就像圣经一面所讲的 必须像自己定死在十架上 这不是容易的成长的过程 愿主你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有生命出生的喜乐 也有那蛻变成长的喜乐 像出生婴孩 经过母亲的惨痛 我们生命的成长的蛻变 经过生命的熬练 甚至有时候很多的试炼与事态 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主你会一路带领我们 你怎么带领我们得生 你会带领我们怎么成圣 主你的爱是如此的尝阔高深 求主你帮助我们 谢谢主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全 阿们 今天我要继续的是 国以堂这个月的主题 讲到尼拓生这位 中国蜀年的一个巨人 他的信息 上期期我跟大家分享到 蜀灵人 他说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不是一个属血气的人 尼拓生另外一篇很出名的讲论 就是讲到 这个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这个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可许可以说是 那个属灵人教导的一个方法吧 你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我们要怎么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呢 尼拓生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教导 就是我们要破碎自己 他说举一个经节 就是今天这段经节 十二章的二十四节 一脉子必须死了 那个壳必须破碎了 内中蕴含的生命 才能够成长出来 成长出来以后 不但能够自己成长 还会结出很多子力来 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你知道他讲到 这样一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什么叫做破碎 我们为什么要破碎 我们希望 做一个基督徒之后 是 好像每天穿上一个新人一样 我多了仁爱 我多了体贴 我多了正义 我多了坚人 多了很多的性德 好像我们人是越来越多越好 是不是 本来是来到教会里面 什么都不懂 学习了 然后锻炼了 为什么要讲破碎呢 把一个人穿得更浓美 不是更好吗 他有一段话讲得非常道理 这段话 我根本不能 面外再 paraphrase他 我要直接的念他讲这段话 讲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破碎 我念给你听 他说为什么要破碎 他说每一个侍奉神的人 迟早都会发现 拦阻他工作的 不是别人 正是他自己 每一个侍奉神的人 迟早也都要找出 他外面的人 跟你面的人 是不一致的 里面的人是倾向一个方向 外面的人是倾向 另外一个方向 每一个侍奉神的人 迟早都要感觉到 他外面的人 是不能顺服圣灵的管理 不能按着神的命令去做 每一个侍奉的人 也都要找出 他最大的难处是 这个外面的人 是拦阻他 使他没办法做 神要做的工作 就是因为外面的人 没有受过对付 这个基本的对付一缺少 就不可能做 基本的工作 所以我们不管任何 听步道会 任何的奋心 在神面前任何的热忱 我们自己心中任何的 祈求苦求 都是白费功夫 如果我们没有基本上去对付 那外面的人 我们没办法在神面前 成为有用的人 他还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在看这段话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看这段话 我已经是在服事神的人 非常的阿妹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员服事 你在服事当中产生的摩擦 你就会想到这是别人的问题 别人有这么多意见 别人有这样的想法 别人软弱 别人没有信心 有时候你仔细好好想想看 你问那个人 那个人也是同样对你的看法 我这人的个性 我这人的做法 我的软弱 所以其实 我们没办法做神的工作 不是别人的问题 是自己的问题 自己不对付 专在对付别人 只要你在教会有服事 你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总是听到别人说 怎么样 那个人怎样 那个人怎样 但是当你在指别人怎样的时候 别人是不是你在指你怎么样 那如果我们今天在神面前 是完全是无可指责的 别人为什么会指责我们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说不管我们哪一个人 不管是牧师 不管是长老 不管是执事 不管是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在神面前 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 我们都还是必须要被神管理 我们还是有时候需要被神破碎的 不是说把一个新人穿在救人身上而已 这个救人常常在我们心中发动 我们必须把这个救人破碎掉 把这个老我制死 所以神说我们要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尼托森的讲论 他就有一个外面的人 跟里面的人这个差别 其实保罗也有这样说 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讲说 按照我里面的人 我是喜欢神的律 而且在唱一代讲过的 以弗所书三章四节讲说 借着他的灵 可以叫你们里面的人的力量刚强起来 所以尼托森就常常强调 我们人是有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的 这外面的人是听从了我们的什么的 我们的情欲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个性的 所以记得上星期我讲的 他说的三分法 虽然我们不是同意 可是他的三分法就是说 有灵 我们的灵是可以跟圣灵相通的 可是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个性 是属魂的 如果魂若不降服在灵的管理之下 就变成这个魂在掌控我们的人生 叫着我们外面那个肉体的人 来行事来为人 因此我们都知道 一个人要为神工作 不是我们今天手在工作什么 而是我们的心灵告诉我们手要怎么工作 我们的嘴巴 我们的舌头 在服侍神 赞美神 可是我们的舌头也可以怎么样 说人是非 传舌 使人跌倒 所以这个舌要怎么被管理 就是你一定要顺服 你一面那个灵 当我们信耶稣的人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 当中这个灵 就可以跟神相通了 可是我们这个灵 要常常觉醒起来 不要睡在那里 虽然说我们已经灵里得救了 我们可以跟神祷告 神也听我们祷告 可是我们的灵 没有在工作 我们让我们的肉体 外面的人在工作 所以他说我们要怎么让里面的人工作呢 刚刚那个金姐十二章的那个二十节说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就能救死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绝出许多的子力来 就像上星期讲到 尼托森的灵魂体三分法 是不太 不太说一定就是圣经 一定是这样教导的 同样这段金姐 也不是一定讲说 是关于对付老我的 但是却能够感受得到 里面的意思是有的 就是我们这个人 怎么样让神使用 所谓杰出子力来 不见得只是侍奉方面 我们今天怎么样 生命能够有multiple的 能够成长 能够带人信主 能够被神所用 那我们必须死 这子力必须落在地里 死了 他说 事实上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有生命的人 但是他的生命受到限制了 好像生命被监牢里面 坐监一样 被监牢住 被包围住了 他想给我们看到一种 那种景象 我们这个人 好像是一个 无形的一个监狱 我们外面的人 按着自己的情欲 在做事 我们里面的人 按着神的心意做事 所以保证说 我好苦啊 是不是 我内心 我愿意的 我不去做 我不愿意的 我反倒去行 所以里面跟外面的人 在争战 到有个程度 你如果说 好像我们外面的人 把里面的人囚禁起来 所以要囚禁起来的时候 就要侦破他 不是跟他好好讲话 哎呀 外面的人啊 你就让一让 不是用这种方式的 所以你如果说 必须要死 必须要打碎 因为外面的人 不是属神的 所以就比较激烈的 海种人是什么的 海种人是外面的人 并没有来抵挡你 可是里面的人 没有活出来 神感动了我们 可是很短暂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祷告 啊神啊 说我一定要跟这个弟兄姐妹 好好的交通 求祂的原谅 我们要恢复关系 可是来到这个人面前的时候 这个脸面又放不下去 我们没有挣脱出来 没有力量 那个灵面是软弱的 一个是灵面是被限制的 一个是灵面出不来的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这点 要打碎 要出来 要打碎 要出来 所以如果仔细看这段经节 在前面的时候呢 十二章的前面的时候 很巧的 进展了一个 这个妇人 用一个玛利亚弄一个极贵的 真拿达香膏 去抹耶稣的脚 这个记载 但你要知道 这个真拿达香膏 不是像个肥皂一样 像一个固体的 它是在一个玉皮里面的 你如果看同样一个记载 在那个 马可福音十四章的记载 说 在十四章那边讲到这个 这个香膏的时候 他说拿着一个玉皮 致贵的真拿达香膏 接下来的句话是什么 打破玉皮 把香膏 膏在耶稣的头上 约翰福音这边 这个玛利亚斯 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 如果要把这两段经节 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这个妇人来到神面前 真拿达香膏 真拿达香膏所代表的 就是他是属神的 他是宝贵的 贵重的 然后呢 你为什么倒出来就好了 好好倒嘛 他不要耶 他批评把这个玉皮打碎 你说牧师打碎的时候 不是会浪费一些 跑到旁边去吗 所以我们就这样想 我们外面的人 一直告诉我们里面的人说 哎呀 这个追求信仰 慢慢来就好了 信耶稣第一年 学习会祷告 就感谢上帝啦 主学不用上啦 不用追求啦 第二年再怎么样 第三年怎么样 哎呀这个人软弱 他软弱是应该的啦 我们常常用人的想法 以为我们基督教所追求的生命成长 是像读书上课一样的 所以 101上完 上102 所以这样的生命 永远不能成长 真拿大香膏 是要打破的 就像耶稣打破自己的身体一样 然后再抹在耶稣的头上 耶稣的脚上 玉皮要破 如果这玉皮是我们的身体的话 我们的身体要破 我们身体如果不破 你那个灵没办法工作 我这几天去参加那个牧者的退休会 我已经做了 这个我们这个华州 教募同工联会的这个同工已经第二年了 其实这个担子还蛮沉重的 因为我们要来关心这些牧者 关心这个羊已经很辛苦了 对吧 牧者更辛苦 你知道吗 可是我发现到一件很特别的现象 神很奇妙 神带领到我们华州来的传道人 几乎里面每一个传道人我都知道 而且我 因为我的职责 我不去了解他们 每次有新的传道人来讲 我都一直说你从哪里来啊 你做什么 你的背景是什么 这个 祖宗八代打听得很清楚 然后呢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上礼拜我不是讲吗 说会所居然在 会所是小众小群 对不对 可是在我们西雅图确实很多 从基督的教会开始 到神的教会 在西雅图这边 在东边那边 有湖东教会 有东区教会 有真光教会 在 真道堂还没有真正的 很大起来之前 其实我们整个西雅图 是会所 会所的天下 一点都不小群 是大众 很奇妙的 来到我们神奇雅图的传道 也是会所出生的 在一半以上 我就觉得很奇妙 那你知道会所有一个传统 会所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就是因为 尼托森这个嫡系出来的 非常重视生命的 灵命的成长跟追求 到一个程度 它不要知识性的教导 比如说 教会里面的主乳学要上 可是主乳学的重要 远远比不上 门徒训练的重要 听众姐妹会 彼此之间来互相砥砺 你灵命有没有成长 你去年祷告 怎么今年跟你一起祷告 你祷告还是这么肤浅 这不行的 你祷告要晋升 你的学习 你的生命要改变 这是会所很强调的一点 那我们一般的 普世的福音派教会是 比较Program为主的 所以我们有儿童主乳学 我们有这个基要正义班 我们有成人主乳学 我们有分信徒主 我们有分这个 这个目道友主 我们是以Program为主的 所以把人送到镜里面 好像罐头似的 参加很多很多很多的节目 很多人的成长 认为他就应该会成长 可是我们没有人去 check他 所以会所是很反对 神学教育的 他说那个教育的人 是没有帮助的 而是要怎么样 师徒似的 这样子去互相砥砺的 所以你知道那些传道的人来说 就说 你们算是离经叛道 为什么 因为会所出生的人 会所的领导的同工 如果说有人要现身 他们是自己训练的 他们是不允许会所里面 要出来服侍同工 去外面参加 这些所谓的 secure的神学院 结果我们当中的 许多的一个传道人 他们都上了神学院 感谢神都上了 很好的神学院 像达阿斯的神学院啊 等等的 那我说那你们就回不去会所了 确实是 所以我们当中的 我们传道人的 正道上就好几个 还有我们这个 其他的教会好几个 都是会所出来的 但是受了正式的神学训练 这就是一个平衡 当你在追求生命的成长的时候 你对圣经的了解 要晋升嘛 是不是 你不能老是只是谈生命 希伯老人也要懂一点 希腊人也要懂一点 好能够明白 神的一些争议等等的 但是人就是这么偏颇 不是这样就是这样 太极端了 我们福音派教会 太缺乏生命成长的教导 你能够跟一个弟兄姐妹 我说我们大家自己衡量一下 今天你要是很关心 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的时候 你有办法来到他面前 就把他的手拉下来说 来 我们来为了你这个事情 来一起 或许是罪 一起来 跪下来认罪 祷告吗 我们平常没有这种关系的 我们平常都是 把新人穿上旧人身上而已 我们不敢去碰人家的老我 所以以至于我们老我一直没被对付 你知道吗 有很多人在教会成长 成了同工了 成了执事了 成了长老 甚至成了牧师传道人了 里面的老我还活得好好的 因为他没有被对付过 他只是很多的加在外面的外表而已 你越多的知识 到底讲出来的话 让别人没办法反驳 传道人有时候会走到变成 传道人好像show business 你知道吗 传道人在讲道都好像在演戏一样 所以我们以前有看过那种电视步道 有没有 你不觉得很假吗 当然电视步道 它为了要呈现出来 电视的一些制作 必须要有squid 但是生命是这样教导的吗 但是我们就常常 我不是说我们所做的都是不属神 是虚假的 而是什么 出于表面外面的人在做的 外面的人做 外面的人看得懂 外面的人做 外面的人懂得欣赏 可是里面那个人在做的 外面的人可能不见得欣赏 当耶稣的灵发动的时候 他是不按照规矩来的 你知道吗 我以前跟你讲过 有一次我在 在我叠疼人的讲道的时候 有个姐妹 从后面就一直走过来 她在讲道中被神的灵感动 走走走走走走到台前来 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同工们想去制止她 这乱了敬拜的程序 到底外面那个敬拜的程序比较重要 还是在里面 神已经在工作的比较重要 所以有时候 我们已经在教会十几年了 都当牧师的 都当执事的 我们的里面的我 还没有被对付 我们是懂得怎么把它隐藏起来 懂得怎么把它遮盖起来 所以说必须要打碎 保罗说 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 是不是 你跟我都不是精英 我们是瓦器 宝贝是什么 就是那真拿大像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生命 瓦器是很容易碎的 也应该碎的 可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 外面的人当金银了呀 我们是金座的器 我们是银座的 我不敢说金银 我至少是木头座的 是吧 就圣经讲的 大户人家里面 有金银 对不对 那谁是那种瓦器呢 可是神说什么 神说我要用那个什么 瓦器 为什么用瓦器 因为瓦器会破呀 瓦器破以后 里面那个宝贝才能出来呀 我们今天服事神是靠那个宝贝去服事神 不是靠我们在服事神 但是我们知识分子容易流入这样一种的圈套 比如说我们明信名牌 我们明信这些名医 我们明信这些名人 所以呢 每次开步道会 找这些名讲员来 然后 找一个特别是对自然科学懂的 生物科学懂的 可以把创造论跟进化论 讲的这样子 让人家完全懂的 是没有错 我们是必须要懂的这些事情 可是那个只是预备的工作而已 最重要的是灵感动人才会信耶稣啊 是不是 那因为听懂了 创造论是真理而信耶稣的吗 不是 是听懂了创造论是真理 然后被圣灵感动 是不是 生命得到感动 知道自己是罪人才会信耶稣的 所以 是里面的人在工作 是里面的灵 跟神的灵联合在一起 才能工作 你知道吗 我刚刚讲说我在联会里面服事 我们要对付的不是只有人的问题 牧师的问题 传道人的问题 你说传道人怎么会有问题啊 牧师 有啊 传道人的问题更大 当我说我们做了传道人一阵子 你那个时候堆积出来的形象等等等等 有时候是假的 到底是怎样 所以当牧师聚在一起的时候 这没什么好假的 你知道我们这次牧道 牧者就会有三十几个牧师在一起 有那种牧会四五十年的经验的 你其实在他面前讲一两句虚伪的话 早就听出来了 所以在牧师里面 感谢神是很谦卑的 那我们呢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是要得到人家的赞赏呢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今天教会里面 每个人都很追求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很谦卑了 你知道吗 那如果我们不追求的时候 我们就谦卑不下来 破碎 破碎不是我们来破碎 破碎 这个 林托山他讲有两种破碎 破碎有时间的 什么时候破 怎么破 他的眼神还蛮有意思的 你看有时候有一个人信耶稣 撒那之间信的 对不对 有时候有人是什么 慢慢慢慢的浅移默化 一点一点一点的 慢慢的理解而信的 每人信主的过程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他说破碎 是神的时间破碎的 有人是几十年的功夫 才能破碎那么一点点的 但是感谢神 我们就往那个破碎的方向走 所以他在讲说 耶稣在讲说 你们要跟从我的人 要舍己 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耶稣没有说 你们要跟从我的人 先到西雅图台语基督教会 然后找一个人 决志信耶稣 上基要真理班 上主路学 开始学习服事 然后做同工 做执事 做传道人 这就是跟从我 耶稣没有这样讲 耶稣讲的是什么 舍己 不要自己 打碎自己 背起 也不是别人的十字架 自己的十字架 天天跟从神 跟从神的人是这样的人 是每天在对付自己的 是每天被神破碎的 每天都看到十字架 不是每天看到别人的十字架 还跟牧师说 跟同学说 我都在替他做事情 我都替他背十字架 他的十字架不用你背 你自己背自己的 每个人都必须被破碎 那为什么有人不被破碎呢 就是他的意志是很坚强的 你知道吗 这就是很矛盾的地方 我刚刚不是讲说 我们今天教会需要追求生命的成长 但是对神的话语的近身也要追求 会所对生命的成长让我们好羡慕 可是呢 你不能圣经不懂嘛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为什么不被破碎呢 因为服侍主的人 是要意志坚定的人 是要很坚强的人 是很刚硬的人 要不然不能软弱 要不然就服侍不了主 可是那个意志坚定刚强的人 外面那个人也是很刚强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看到 你没看到这种现象 有时候教会里面有些长老 哦这个长老真的是 完全不会变的 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好处是什么 他为主赞助 什么逼迫来 他都为主赞助 坏处是什么 当教会要变革的时候 要改变的时候 这个长老永远是那个 什么 阻碍 因为他什么都不改 所以 你看 我们今天 不能让里面的人出来 不能让您在我们 通过我们的您工作 就是我们的外面那个人太坚强了 成为拦阻 所以我们要靠主坚强 不是靠自己坚强 有时候 神的破碎的时间是这样子 当你发现一件事情 有一个人 或是有一件事 你遇到困难 遇到难处 你想要去解决 过了一个月 没得到解决 想各种办法 过了一年 还是没办法解决 弟兄姐妹 那个事情 那个关卡 就是什么 你要破碎的地方 我希望神帮助我们破碎 都是很容易的 就像我们当初信耶稣的时候 什么感动来 我们就愿意去做 可是渐渐渐渐的 之后的感动 之后的破碎 是要花时间的 怎么样去知道 哪里需要破碎 就是你哪里 一直遇到相同的问题 相同的困难 一而再 再而三 反复的出现的时候 那就是你要破碎的地方 但是不是破碎完就没有了 既然耶稣说天天跟从他 破碎完一个 换下一个 哎呀好辛苦啊 弟兄姐妹 我们人生真的是这样 我最喜欢的一个牧师 Charles Staley 他用一个很好的历史讲 他说就像那个 那个不晓得叫什么 那叫玩那个什么东西 说我不会讲那个名 对不起 对吧 他说就好像一个 一绳子绑着一个重锤 这样绕绕绕绕 然后到了一定的力量 放开就往前飞 对不对 他说这个绳子 好像神抓住我们 然后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重锤 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 Charles Staley 牧师就说 当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在绕的时候 就是我们今天跟这个弟兄 或跟这个姐妹 或跟我一件事奉 我们发现我们在绕了 我们没办法往前走啦 当我们在绕的时候呢 告诉我们就说什么 神在抓住 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 当我们学习到这个功课之后 他说 你会发现到神把我们这个线放了 我们就往前飞了 然后飞了一阵子 又停下来 又开始绕了 他说我们人 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这样子 一直被神牵着 然后一个一个功课的学习 不是直线前进的 而是旋转之后前进 旋转之后前进 旋转之后前进 每一个旋转 就是每一个属灵的功课 就是有某一个人 或者是我们的父母 或者是我们的服事的东西 或者是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一个一个需要破碎 需要成长 然后最后有一天 我们见到主面为止 所以你不要想说 今天一个好的基督徒 好的同工 好的牧者 是没有挣扎的 那你就错了 越有挣扎的一个信徒 他的生命是越好的 为什么 因为他对付的 已经越来越深了 当然一个每次问他 你好不好 我都很好的时候 哇那里面是不是真的很好 我们都不知道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自己问自己 我很好吗 我有需要被对付的地方吗 看不清楚的话 问最爱你的人 爱你的妻子 爱你的先生 爱你的儿女 请问他们 我好吗 我需要被对付吗 我需要成长吗 所以 你多深讲这个道理 真的很有道理 中国人 特别重视教育 我们的所有的成长 都是知识性的累积的 我看了书 只进了我的脑海 成我的知识 成我的talent 停在这里 这有没有改变我这个人 这不是我们教育的重点 可基督教是完全相反 基督教是神的灵 进到你的心理 心理告诉你的头脑 去明白 去学习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途径 不是由外而进内 而是由内而外 那我们现在教会 福音派的教会 比较多的是 由外而内 是不是 我也是啊 去读神学 懂了一点 是不是 但是我会不会在神面前 长时间的在那边寻求 神要教导我什么 你知道那些传道人跟我讲 好像我玩了我玩的话 我说 你要去念神学 那你们那个 孙弟兄啊 你们这些传道 领导同工 怎么说啊 他说 他是尊重你啦 你要去读就去读啦 但是从此就不用再回来了 他会担忧啊 担忧你去开始去堆积那些外表的东西 就忽略了内在 并不是完全反对你去读神学 不是完全反对你去追求圣经的知识 而是生怕你什么 你知道吗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感触 我在三一神学院读神学院的时候 非常的忙碌 我们很多学生也是跟世界上的大学没两样 晚上在图书馆里面K书的 做备考试要拿成绩的 可是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那种叫做失导的时间 教授不会教导你圣经 不会把你拉在旁边说 伊恩啊我跟你一起祷告 没有那种事 大家都忙到什么 灵命成长是你自己要负责的 就这样一句话 可是我们今天大量的传道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那倒是圣经知识吗 伊恩一 4.0毕业就代表你是个好的传道人吗 当然不是啊 对不对 绝对不是啊 那为什么你不走到这个方向呢 那你说今天 每个礼拜都爱上成读神学的基督徒 就是好的基督徒吗 我问你 当然不是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一直强调每个礼拜爱上读神学 那生命的造就就忽略了呢 所以宁霍生虽然这个话是一种 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指责 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感谢神 神让会所还继续 虽然是小众 还存留在华人教会当中 我觉得这给华人教会一个很大的提醒 那今天让会所出身的传道人 在我们西雅图的众教会当中 我觉得就是神一个很大的提醒 很大的安慰 让我们不要只走看外表的 我们要走里面真实的 一起勉励啦 一起勉励 我们大家都一样需要被破碎 今天是母亲节 让母亲得到安慰的是什么 是生命的成长 对不对 念了大学了 还要人家担心东担心西的 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还要每次吵架还要回家来跟妈妈诉苦 我们会担忧嘛 天父也是一样 看着我们这一群 已经信主几十年了 我们的生命是怎样 我们的口舌 我们的灵带领 是不是常态 还是情绪性的发言 等等等等 那我们要怎么样 来体贴天上父亲的心意 让我们的母亲得安慰 让我们天上的父母也得安慰 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 谢谢祢给我们 从母亲的身上来体验 一点点 祢对我们的爱 祢对我们的爱 就像母亲一样 是将祢的所有的最好的祝福 贯穿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祢知道 我们不能 常常与我们母亲同在 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我们父母的身旁 你要我们能够记得祢的话 你要我们能够来 能够学习父母的榜样 能够自己来成长 能够独立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同样的 主啊 让我们不要只是来到教会里面 只是向神祈求 神啊祢给我 神啊祢帮我 神啊祢祝福我 而是我们能够成长 让神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说该说的话 成为别人的帮助 主啊 我们求祢帮助我 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破碎我们自己 让神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心中 谢谢主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现在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回应 下анием 日记 第二次 祂若不再替祢死了, 若我能做少事後, 祂忍就是祂死去。 祂若願意, 讓自己為祂願勇盡, 就能堅守許多罪, 祈禮生命的祈禮。 祂若不再替祢死了, 若我能做少事後, 祂忍就是祂死去。 祂若願意, 讓自己為祂願勇盡, 就能結束許多罪, 祂忍就是祂死去。 祂若願意, 讓自己為祂願勇盡, 祂願勇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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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願勇盡。 祂願勇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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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願勇 明亮的翅膀,一切生命荣耀 你這故事重蕭,總此荷蘭的嘲笑 明鏡的開始後,不斷生命荣耀 你這故事重蕭,總此荷蘭的嘲笑 明鏡的開始後,一切生命荣耀 主我願意,主我願意 讓自己相照自我才聽你 使著生命的滿人生命 主我願意,主我願意 放下自己唯一的能源 在我身上深究力 主我願意,主我願意 主我願意 讓自己相照自我才聽你 讓自己相照自我才聽你 使著生命的滿人生命 主我願意,主我願意 主我願意,主我願意 無能無力 主我願意,主我願意 主我願意,主我願意 その明鏡的音樂 祈禾仙,我們所願意 主我願意,主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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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请坐